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自由交货环节 在一个堕落的环境 就认为自己一定会跟着堕落 没有出息 你根本毫无道理 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个APP 这一巴掌它会写上来 将来会被人看见 他就会把手放下来 不过陈美威一定要打断 你这样全社会实名公开的吗 当然是在范围内公开 所以我们家可以也打分 我们的APP可以设置观看权限 那我何必要你 你这孩子又议论父母了 不不不 刘晨高的老 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不是不是 这是两件事 你整题了吗你 请让我说话 说话 说话 没有人废话 丢下你的试容吧 跟我一起面对吧 你需要我就要勇敢来去发芽 大家好 我是蔡康永 跟薛兆峰教授比起来 我是奇葩说的经济学担当 现在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经济学家的眼神 大家好 我是薛兆峰 和刘晨教授和刘晴教授比起来 我是奇葩说的高冷担当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高冷的眼神 这就是那个经济学的眼神啊 大家好 我是刘晴 跟李淡比起来 我是奇葩说的逻辑担当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逻辑的眼神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逻辑的眼带 大家好 我是李淡 跟丹丹姐比起来 我是奇葩说的眼神担当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充满个眼神的眼神 大家好 我是宋丹丹 跟马东比起来 我是奇葩说的颜值担当 你也找个好一点的对手啊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发财了的眼神 颜值的眼神 知道 大家好 我是M.M.马 我是奇葩说的 赞助费担当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发财了的眼神 真的就是见钱眼开对吧 而且下面有眼袋 可以把那些钱给兜住 好吧 好吧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刘晴教授最近这本书 叫《刘晴西方现代思想奖励》 我这拿到的是第一本样书 还没有价格看背面 空的 价格 我们今天把这本书 因为有纪念性 一会儿让刘教授签字 送给我们现场 其中一位观众 然后在这之前 我们先给刘教授定个价 刘教授你心中的价格 期待区间是多少钱 100到100万 不用送了 徐老师这才68 你觉得他们就是给书定价 是完全按照智力含量来定的吗 对 比如徐老师是68的话 我大概是100 哎呀 一般卖的少的就定高一点 好 好 做三主张 那今天是晋级赛 获胜的一方产生一个本场的MVP 直接晋级 淘汰一方 将有一人被观众投票 选出淘汰 其他选手待定 来吧 看看本期辩题 你是谁 你爱的人是谁 你爱的人曾经爱过谁 你现在的爱情将走往何处 奇葩星球研发站向您推荐 星球首个恋爱点评系统 前任点评APP 它能深入你的感情生活 帮助你了解你的爱人 分析你的爱人 你可以在上面查询到 你爱人所有前任对它的评价 系统会综合这些评价 告诉你 它是不是一个值得你全新投入的爱人 当然 每一个拥有前任的你 也将被点评 APP目前已经上载完毕 是否能够投入使用 需要星球每一位公民投票决定 那么 奇葩星球要推出前任点评APP 你支持吗 好 奇葩星球要推出前任点评APP 你支持吗 请观众用红蓝键来表达你们的立场 红键支持 蓝键反对 请按键 3 2 1 25人支持 75人反对 我们要请各位导师嘉宾来亮出自己的观点 薛教授你支持吗 不支持 弹总呢 支持 康永哥呢 支持 刘教授 反对 我问问女神丹丹姐 丹丹姐请你深刻地思考这道问题 做出一个慎重的选择是 反对 那您刚才前面点评了那么多 您 您 此刻已经十万加了 马东你自己呢 三个反对是吧 对 我支持 支持 好吧 等一下要吵架了 大家吵架 三比三吵架 来 我们看一看 辩论双方是 是 最害怕蹲谁打 巧啊 就是陈铭老师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你怕什么来什么 大王 我们的逻辑就是呢 我们先胡叫蛮缠 能胡叫蛮缠的 如果他们真的往生了去 你就说交由你们三遍解决就好了 好男人 这是什么 完美男人 如果我们要遍不过陈铭的话 我们就直接就你负责张嘴 我跟他过去 五成铭嘴 对 他五成铭的嘴 我去抠他那个麦克风的电池 对 就是我们就用这张 我有点害怕陈铭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节目上上演过 太多次女娲娱天一般的行为了 你就会觉得前面的优劣事都不重要 从他开始就是新的起点 晶晶大王 什么都不用想 什么都不要怕 准备好的东西活力全开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 来 我们按照顺序 正方一变 康晶晶 不紧张 不紧张 我不紧张 大家加油 开始 来 我们先来聊一下APP啊 APP有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图标 只要是一个图标 就肯定会有一个主配色 对不对 那前任点评APP的主配色 能是什么颜色呀 绿色呀 我们再想想啊 绿色的APP有什么呀 短信 微信 爱奇艺 所以说只要是绿色的APP 我都支持 我告诉你啊 前任点评APP一旦上线之后 我希望我的前任们都来点评我 我倒是想知道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为什么用了一段又一段情 啊 虚幻一身伤痕 哈哈哈哈 我想知道呀 我想知道一个答案 来 你告诉我 我知道了之后会不会改呢 那再说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啊 我们分开了的事情 你 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不重要 我现在更想知道的是 我有什么问题 那有了这个APP之后 也许我就会有一个答案了 I want an answer 宝贝 哈哈哈哈 如果你在这个APP上面 你给我答案 说的对 好 我幡然醒悟 我改正 我成长了 如果你说的不对 太好了呀 我分的对呀 我这叫豁然开朗 我更是一种成长 所以说 前任就是我爱情进步的阶梯 而前任点评APP 就是实现自我成长的 好平台 好 然后 这个APP还有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它还是专属的恋爱指南 孩子做作业可以有作业帮 谈恋爱 为什么不能有前任帮了 好恋爱呀 前任帮 前任怎么帮 我来帮 我一定会帮我所有的经验 清囊相守 我会告诉你 他喜欢喝咖啡上的奶泡 我也会告诉你 他那双爱笑的眼睛里 总是充满着悲伤 你这些用了三年才知道的事情 你三天就知道了 多好呀 我会让你们的爱情加速 让你们友情人终成眷属 我会在人间大爱上面 尽我一点绵薄之力 前任幸福 人人有责 至于我的悲伤 问你们什么事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获达 这就是我的格局 四 那最后呢 我还想说 其实前任点评APP上面 也不一定都是坏话 它还有可能是 我们分的时候太仓促 所以有很多 还没有来得及 说出口的真心话 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女孩 你要大声地告诉她 我爱你 然后你要多亲近她 多抱抱她 我也想告诉你 你不要总是发嗯 你发个嗯嗯 再加个嗯 也好啊 我还想告诉你 你不要嫌她烦 你不要嫌她叽叽喳喳的 她有可能就是因为 真的很喜欢你 所以连在路上 看到一只麻雀都忍不住 想要和你分享 我想告诉你 当一个女孩给你发哦的时候 她不是生气了 她是对你失望了 你明白吗 你让一个女孩失望了 前任点评APP 她就是我说再见的一个方式 我写下这些 是因为我真的释怀了 我希望下一个人 会有比我更好的运气 哇 谢谢 单单姐现场听 奇葩说的一个选手 发表一段意见 感觉如何 他们太年轻了 我本来真的坐在这儿是 觉得是一个很高深的 充满人生哲理的 大家在探讨 人生人性和 我也以为是这样 后面有人生那一块 他旁边那个就是负责人生 那个部分的 我们这个书页有专攻 有的负责年轻 有的负责人生是吧 我们请反方齐齐 谁开始 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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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着你的良心 哈哈哈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我不能垮 来来来来来 崔阳老师来 先握个手嘛 勇好一点嘛 聊聊聊聊 怎么回事嘛崔阳老师 太过分了了 来来来 说吧 康吉林老师 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非常的严肃 刚才的四分钟 你到底说了什么观点 是不是说 我在这个上面写下的话 是我对你的一种放下 好 如果你真的放下它 你写这段话 可以发在微博 可以发在朋友圈 甚至可以直接发给它 代表你的释怀 为什么一定要仪式感地 写在一个APP上 是不是越有这个APP 你越难放下 这就是因为你说的仪式感 我就是想要有仪式感的放下 你弄混了 不是我们写了才能放下 是我们放下了才去写 有力气营造仪式感 为什么不用这点力气 好好在一起 好 来 早上一遍 谁啊 Berry 好 我听晶晶说完呢 我只想送你一句话 西北有高楼 太年轻太简单 你呀还是太年轻 所以才渴望着 在APP上找精英 简就告诉你三个字 做不到 我觉得这个APP 有个非常大的bug 就是 只要下载这个APP的人 不管跟着跟你谈过恋爱 他都能来评价你 搜到你的主页 看到你的照片 就可以直接归类评价 比如晶晶 高瘦白类 陈铭 高富帅类 大王 刻薄女人类 哎 那我呢 你看这个爆僵全骨 你还看不出来吗 什么 客夫类 哎 所以论点是什么呢 就这个APP它无法保证 所有给你评价的人 真的都跟你接触过 交往过 只能通过照片以貌取人 很不严谨 所以我不支持 第二个点 试一下我的个人经历 我呢 其实也谈过蛮多恋爱的 每一个前任也都比较相似 基本上都是 没车没房没钱 还都右手好闲 做事三心又二意 还喜欢撩妹打游戏 你告诉我 这样的前任我能写出啥来 我只能写脏话 脏话又打不上去 你这不纯心要憋死我吗 你这不是呀Sherry 你要客观评价 姐妹 你想多了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她又高又帅又活泼 没事我还帮得上京东 清理购物车 我跟她分手之后 我觉得她又丑又老又能作 吃完饭还不刷锅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夕阳无限好 都没她好 我俩分手之后 我觉得千山鸟飞绝 都没她绝 你还让我客观评价 我告诉你啊 来 你看所有人 你给我摸着你的良心说 谁分手了之后 还能夸前人两句 没有 没有 你看 寥寥无几 就你自己 所以论点就是 这个APP上大多充斥的 都是不客观的负面评价 很有可能让大家 对于爱情失去信心 所以我不支持 好 第三啊 我觉得她会让人 失去新鲜感 你想 你都给我评论完了 我还有探索的空间了吗 啊 她睡觉是不是磨牙 踹背打呼噜 她吃饭是不是 她吃叭嘴油流口水 她上厕所冲不冲 自己呆着懵不懵 哎 我突然在这几个罐口当中 又想到了一个论点 你表面上看上去是来评价的 我怎么感觉你是来秀恩爱的呢 你就是想要告诉大家 没人比你更了解她 打开这个APP之前 我由于想了解我身边这个男人 所以我怀揣的问题是 最男的是谁 打开这个APP之后 由于我过于了解了身边这个男人 我的问题就变成了 最女的是谁 结果呀 那个女的用实际行动告诉我 她是秋高 因为我被她呀气爽了 好 来 所以论点是什么 如果俩人已经在一起了 这个APP很有可能会成为 两个人吵架甚至分手的导火索 所以我不支持 最后我想说大家发现了吗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却想要通过APP了解她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一个牵了绳的提线木偶 永远都是在跟着点评和分数牵着走 本来是独一无二的感情 它变成了货比三家的商品 本来我们可以用探索模式去了解对方 因为这个APP 我们只能用搜索模式去溃探对方 喜欢一个人要遵循自己的本心 而不是他人的声音 最后我想对我未来的伴侣说 我不会支持这个APP 因为我不会因为你在这个APP上 是一百分就喜欢你 而是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无论怎么样 你在我心里都是一百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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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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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核心观点非常突出 你是秋高 我被气爽 好 那个正方齐齐 你加油 Cherry 我问你啊 你说现任看到了前任这些点评之后 就会成为分手的导火索对不对 那是不是因为你们感情有问题 才变成分手导火索 而不是我这个APP的问题 不不不 我觉得每一个人跟谁在一起 都是不一样的 我要跟冯晓彤在一起 我说的最多的话 就是你有完没完 我要跟熊浩在一起 我就是那个叫了一整个夏天的铲 根本不一样好吗 那这个所以跟我点评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啊 我跟你讲你要碰到渣男了 也有可能渣男先来评价你 为什么 二月春风撕减 他们减了头都照样 所以有可能他烦咬你一口 那我问你 我在这个APP上面 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别人 这个男的喜欢家暴 这个男的喜欢PUA 提醒各多狗狗狗的前辈 避免这个渣男 所以宝贝 他跟你渣 他不代表跟别人渣 所以这个APP上充斥的 都是不客观的评价 你又怎么能用你的主观评价 是影响大家呢 来 我问你什么评价是客观的 如果你要看客观的 你可以去看百度百科 没有时间了 好 太吵了对不起大家 没事 没事 这两个声音就一直挂在这儿 我有一种坐公公汽车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可以求学一下吗 就是剪头发那个什么东西啊 二月春风似剪刀 剪了头发他照样 就是这个渣男就是改不了他的本性 他没准反咬你一口 我是这个意思 对 高明这也是谚语吗 有很多这种类型的东西 巴山储水淒凉地 担忧性 好 正方二变 对啊 大王 前任点评APP 我疯狂支持 因为我就是这个软件的研发人员 我们这个软件啊 不是因为我设计你们才需要 而是因为你们需要我才设计到 没有这个软件的时候 你们不会去各大平台搜索前任的近况吗 前任的现任 现任的前任 现任前任的现任 你哪个不想看看 与其偷偷摸摸 不如大方支持 哎 大家想一想啊 姐妹在一起 最爱干嘛 说前任的坏话 哇 以前啊我们都是背地里说 闲得很三八 可现在我们有一个平台 可以让你好好说 多爽啊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APP 我今天带来了一份PPT 让大家更加清楚的了解一下 哇 没错 就是绿色 哎 我们这个软件应该如何使用呢 首先搜索前任的姓名 进入他的主页 你会看到有一个身份验证 需要确认你是前任 才可以进行点评 哎 好 进入点评页面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一些对他的评价 比如说发量密度 哎 比如说一个装前装后笔 以及我们会有一个具体的对话框 你可以来说出你们的故事 你还可以上传照片或者证据 注意了 这个时候他如果觉得你说的不对 他就会来联系你更改好评 那你就可以把他欠你的钱 都要回来了呀 最后 这还是一个非常靠谱的 恋爱真性系统 你可以用它来找到更好的下一任 人啊 真实的性格会在长时间的亲密关系里暴露无遗 这是所有交友软件都无法比拟的维度 所以你可以用它来评估你正在接触的对象 你也可以通过前任的点评 以及我们大数据的分析 来得到一个人的恋爱真性报告 我们可以用它来预防时间管理大师 预防暴力者 所有有劣迹的 以及你不喜欢的类型 我们都可以得到筛选 帮助所有的单纯女孩远离渣男 我的天啊 姐妹们 这么好的产品 你们还在等什么 让我们来倒数三个数 3 2 1 扫它 这个会扫出什么的 这个很值得 当然了 我在研发的时候呀 其实也在想 我们这个APP 会不会到最后真的全是脏话 但骂人总比打人好吧 说坏话 已经是发泄愤怒最温和的方式了 不过我这个人吧 也经常失恋 我对我们这个软件呢 还有一份情怀 就是我觉得 它不只是一个单纯吐槽前任的软件 它更是一个心碎的人 建立起来的失忆者联盟 就大家都会说 失恋了分手了 你就该放下 就该洒脱 可如果我真的放不下呢 谁来教教我应该怎么做 有那么多的专家来教大家 如何让你喜欢的人喜欢你 却从来没有人教会我们 应该如何切断信号 我们从来不相信一个恋爱满分的人 来安慰我们说感同身受 我不信 我们需要的是一帮有着共同经历 我们虽然陌生 但是我们彼此认同的人 我们都被伤透了心 但是我们在一起彼此安慰 紧紧拥抱 互相取暖 作为这个APP的KOL 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受伤了 不要害怕 前任点评APP 失恋者的家 关爱 你我他 刚才那个蛋总我看你扫了 他那个二维码那什么 东七门 因为还没有得到投资 还没有得到投资 打出一切机会宣传 好 来 我们本方二变 冉高明 我第一个观点非常简单 我不支持 因为这个软件啊 晦气 都说前任应该像死了一样 那这个软件不就是线上灵源吗 不害怕呀 来 说一下 这个评论客不客观我就不说 我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评论怎么保证新鲜呢 我上一个前任 还是我学生时代的事儿了 他能评价啥 冉高明 一个爱用钢笔的阳光男孩 你们看看现在的我 一个爱用眉笔的彩妆男孩 唯一没变的就是男孩 用他说 既不客观 又没实效 这种评论叫什么 这就叫屎咯啦喷香水 不值一问 了解一个人方法有很多 但最没必要的 就是通过他前任的那张嘴 这是第一个观点 来 第二 有了这个软件 婚恋市场会更加糟糕 大家都参考评论找对象吧 有点评的地方 就得有排名 点开一看 前任精选 人生中不可错过的一百个男人 是不是就尝试一把的冲斗 好饭馆要排队 好男人也得等位 下边评论区全是排队留言的 哥哥看我 哥哥爱我 哥哥什么时候快来爱我 哥哥哥哥哥 评论区要下蛋了 好货下边人满为患 大家都在后边等位 我这种人质量不硬 就只能靠命硬 把前面的人都熬死 把那些好货熬成百年老店 才能轮得到我 他就算还活着 我俩最多最美的承诺 就只剩合葬了 做什么灵魂伴侣 做彼此的陪葬单品吧 这个软件会给你一种暗示 它让你觉得 只要找到一个对的人 你就可以得到一段对的爱情 但是爱情的真谛是这样吗 不是我们在遇到一个好人之后 就可以拥有一段好的爱情 而是感觉对了 才确定自己爱对了人 不是吗 当然对于我这种滞销货 这个软件更加刻薄 我要想开张 我就得花钱搞营销 给自己挂一大对联 冉高明 色香味情 包您满意 薄力多销 让您趁心 横批 欢迎光临 我是什么 爱的野味吗 到最后是既没成家 人民币也没少洒 光见钱少 不见人来 软件心疼我 送我一官方认证 撒币南海 哎 这叫什么 光着不拉墨 转着圈的丢人 这个软件既不改变 制销货的行情 反倒让我增加了一个 烧钱的途径 我不支持 第三 这个软件对于正在谈恋爱的人 更是一种骚扰 恋爱当中很多特点啊 都是一体两面的 爱你的时候 你是优点 然后不爱你的时候 立刻就变成了缺陷 现在好了 举头三尺有点平 谁还能敢爱敢恨 白娘子 爱她 她就是知恩图报的人间角色 不爱她 她不就是个 披着人皮的千年母蛇吗 你们再想一下灰姑娘 爱她 她是南瓜车上的水晶鞋公主 不爱她 她不就是个 倒点还鞋的拼单假名媛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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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特点 都可以变成日后全世界看到的缺陷 谁还敢放肆相恋 对吧 对 对 最后一个点 我要回归说一点人话了 前任题 总得聊前任 我在准备这道题的时候呢 我非常的害怕 不是怕我打不好 我是真的害怕我的前任会看到 我呢 也是谈过恋爱的啊 我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伴侣 在那段相处的期间 我们出去玩 每次都是她先给我发的信息是 我到了 我每次玩游戏 错过回她的消息 她都跟我说 没关系 我每一次 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挣钱这件事情上的时候 她都说 没关系我陪你 你这么努力工作 早上有一天都会变成好故事可以说 她做的最多的事 就是默默地帮我记录 于是我才有了去年在这个舞台上 喷火和驯兽的好故事 这算一个温柔的伴侣吧 当我在回忆这个前任的温柔的时候 我发现 她为什么温柔 是因为她对面站着的是一个自私的我 她为了我 选择了温柔 我要把这些写进点评里吗 我要怎么写 她是一个善良的前任 她可以接受你的迟到 包容你的贪玩 理解你的自私 我不敢写 因为我怕我写下去之后 又因此引来另外一个自私的爱人 因此喜欢上她 我希望她这辈子 都不再需要善解人意 因为她也值得被包容 也值得被照顾 分手其实是一个句号 但因为点评软件的存在 它变成了一个冒号 当我写下的留言 它不仅结束了 上一段感情的终点 它也写下了 它下一段恋爱的起点 这个软件最大的问题 是它破坏了我们相处和离别的一种默契 在一起 我们面对 面对的是 携手前行的誓言 分手了 我们是背对 背对的 就是不再打扰的承诺 所以 如果我们的感情最终走向末路 那就用不评论 给彼此最后的保护 谢谢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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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棒棒 棒棒棒 特别好 正方需要加油了 来 正方三变 陈铭 好 每次站起来都特别熟悉的比分情况 都是九大头 真的是 都在射程范围的一半以内 刚才 因为前面有两 两趴非常热烈的分享 给大家造成了一种直觉 就是上面只有脏话发泄 很巧 就在刚才这个舞台上 真的非常巧 我们正好听了几段分享 我们听了丹丹姐的初恋的故事 我们听了好多人初吻的故事 我们还在刚才 用一分钟的时间 听完了 陈高明唯一一段初恋 有一句脏话吗 有一句吗 高明 这个APP只要有 你就把刚才你的最后一段 一字不落地发上去 不 你不用发 你刚才站在这里面对镜头 对着全国 对着真正的公众平台 就真正的做了一次 标准的前任点评的范例 这个APP到底该不该支持 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 马斯克有一个说法 说第一性原理 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问第一性 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APP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它的第一性就在于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点开 你会不会点开 你现在可以假想 大家每个人都有手机 你就假想手机上有几十个APP 其中就有这么一个APP 然后晚上你睡着了 睡着之前呢 你一个人 你想不想点一下 找到你前任的页面 看一下他的前任是怎么评价他的 你想不想找一下你的现任 看一下他的前任们是怎么评价他的 你想不想找一下你啊 高明刚才最后的那段话 是你的前任最美好的际遇 你一点都不想知道 你在他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吗 我不信 我不信 你的前任在你心中用四五年的时间 留下这么深的烙印 夜深人静的夜晚 你会是第一个点开他的人 你心里有一个空间 我就想看看 五年了 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只要那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你们你们愿意拿出手机 你们愿意点开他 搜一个名字 找一幅照片 看一段画 这个APP 就有生命力 这就是第一性 因为有人用 有人点 他就能活下来 他就能活下来 当然这只是商业维度上的 如果我们再延展一点 这个前任点评 APP 真正的落脚的第一性 是信息效率 你知道吗 这个APP 延长了你们所有人的生命 往前推20年 你可能要用20年的时间 了解一座城 可是大数据的时代 只需要一两个APP 你就知道这里所有的路 甚至小路 你就知道哪条路有没有堵车 你就知道这里的管子的排行 你就知道有辣或者不辣的 你们刚才说 所有的美好要亲自去体会 美食的美好也需要亲自去体会 可是这不影响那么多美食点评APP 做你的一个参考 你知道你们刚才前两位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极端的推论 是因为你们太依赖这一个APP了 仿佛一个APP出现 你们所有人的手机 就只剩下这一个APP了 不是的 它就是你数十个APP当中的一个 它给你提供多那么一点点信息 做参考而已 它不会指导你排着队 去爱谁或不爱谁 所有关于爱的感受 依然是你去相处去追逐 它就多一条信息 看一下就好了 你知道在亲密关系当中 了解一个人需要多久吗 没有数据的帮助 没有在陌生人时代 就一个一个闪亮的路标 帮我们指引一些道路 人生要走多少弯路呢 哦 点进去一看 哎 这个男孩 哎呦 九二前任 评价妈宝男 哎 这个男孩 哎呦 七任有家暴的倾向 会不会避一些雷 会不会提供一些帮助而已 信息的效率就那么一点点足以足够 你愿意点 它又能够帮到你 已经很棒很棒了 当然 我最后很理解刚才高明还有邱阳都提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是分手 是一个句号 分手 就如同世事 分手 就要彻底地放下 这个APP我老是去点评 我老是去点评 是不是不容易帮助我放下呢 我想到了一件很真实的事 之前有过一个欠下的展 叫失恋博物馆 它展出的是那些最普通的情侣 在生活当中最普通的印记 我正好在那个展到武汉的时候去看过 它里面有一条支的歪歪斜斜的围巾 然后有一张桌子 满满的火车票 所有的一整张桌铺满了火车票 都只有两个站 只有A城和B城 来回来回来回 然后到最后 就是最后一站 他们的时间间隔在越来越宽 然后再没有去过那座城市 再也没有去过 再也没有去过 那个展展出的那一瞬间 很多人走到那儿就挪不开脚步 那一瞬间你才知道 有那么多异地恋经历的恋人 他们都有那么满满一桌的火车票 但在他心里 在他抽屉里 在他一个钱包的那一层里 他就放在那儿 他再没有动过了 他再没有动过了 有时候我们老是问 我把很多痛苦的记忆封存在那儿 是不是就消失了 我告诉你 封存本身不会消失的 你的心脏里腾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 把它全部装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它只会默默地发酵 你不痛它不疼 不代表疼就不在 你走到那个桌前 你突然看到满满一桌高铁票 那彻底的蓝的时候 你就拨动了 你没有哭 但眼泪它自己往下流 你并没有释然 你只是装作释然而已 可是这个展的物品的提供者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分享了一个极其有意思的观点 他说当他把那一桌车票拿出来 摆在那个展厅那一瞬间 当他看到还有一个人走在他面前 同样跟他流下一样温度的眼泪的时候 那个心底最黑暗的角落的某扇窗被打开了 各位 人类没有那么孤独的痛苦 我们有70亿人你知道吗 所有你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最痛苦的那个瞬间 感受到一切的压力都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一定有远超过你想象的人 跟你感受过同样的疼痛 那一瞬间 当他看到桌面的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 人类雷同的悲欢 在各个城市车轮般的绽放 没有那么孤独的痛苦 就是释然的第一步 因为那种共鸣 那整整一桌火车票被打开 一瞬间那种共鸣 突然让你意识到 我还没有那么惨 人间还有一点暖 这一件事情我要带给各位 也要带给屏幕前的所有人 因为你知道就在前天晚上 就在前天晚上 在我们学校里 又有一个孩子站上了高高的楼顶 这件真事 然后各个学院的学工的老师 都要跑过去 然后问到底怎么了 人生总有那些时刻会出现 但那个时刻 一定要在心中跟自己说一句话 就是我今天 我经历过的那些最极致的疼痛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只有我经历过 绝不是 而如果你愿意把它 在一个空间绽放出来 寻找这一点点温暖的 共鸣和息迹 那是你抵抗最黑暗的时候 最后的力量 这个APP 可以给你开一扇小窗 不必用它点亮你整个人生 但记住 留一扇窗又有什么不好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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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在释放他的能量 他站起来 他就已经不是陈铭了 他是女吧 来 福 陈铭站起来的时候 是一个熟悉的比例 作业的时候 也是一个熟悉的比例 现在70比30 正刚领先 齐齐 大家发现了吗 学长刚刚说的很动情 他举的都是一些幸福的例子 不是所有人的爱情 都能够像高明 都能够像丹丹老师那么幸运的 我的前任可能就是因为伤害了我 我是不是要用这个APP 一次次地揭开自己的伤疤 我的伤疤 什么时候才能愈合 我刚才是两块 前面一块是幸福的例子 后面一块有极致的痛苦 如果你还在痛苦当中 你可以在上面去找寻一些 非常有共鸣的痛苦 那一瞬间 那个中不再孤单 是驱散它最好的方法 好 所以老师的例子就是 信息越多越好嘛 对不对 我要告诉大家 感情的世界里 真的不是信息越多越好 我和我男朋友之间的爱情 我为什么要通过 他前女友的声音去了解 这完全就是在给爱情制造荆棘 这是一个阳光下的表达 但我坚信Sherry 以你的性格 我不相信 你晚上还是会点开她的 我说实话 不 我不会点开她老师 你会 你真的会 不 陈敏老师始终觉得 这个APP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是谈恋爱 我们不是做练习册 我们用不着那么多参考答案 爱情最重要是实践 不是参考老师 还是保持着焦火状态 其实我心里真的是怕死了 但是我还是刚出我挺过来了 来 反方三变 梁建阳 各位好 陈敏老师搞错了一件事情 他告诉我们 这个APP可以延长我们的生命 原因是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 可是他弄错了一件事 如果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应该追求效率的 那就是爱情 听听在一开始的发言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我原来需要花三年 才能了解这个人的事情 我现在三天 就可以通过这个APP告诉你 听上去非常有效率 可是如果 没有我一点一点了解他那三年 我就算知道了那个信息 我真的获得了这段感情吗 我就算知道了这个人的某些 资讯和情报 我就真的了解他了吗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资讯越多 你就真的能越了解对方 拿陈敏老师特别喜欢讲的 了解一个城市 需要三年来举个例子吧 我们现在特别喜欢用 其他的点评APP 来探索这个城市 可是我们真的 因此更了解这个城市了吗 没有 自从有了点评之后 我们去吃饭一定会找必吃榜 找周围的口味榜 找平分高的那家店 我们看似得到了很多 不需要花费任何时间 就能得到的选择 可是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失去了探索的理由 我们再也不会再 像打开一张未知的地图一样 走遍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去探索这个城市 还有哪些独属于我们的秘密空间 面对一个人也是一样的 当他的过往像一份档案一样 被他的前任 稀稀利利的写日记一样 呈现在你面前 你获得的是对这个人的了解 和热爱吗 不是的 你又对这个人会失去兴趣 因为我已经了解他了 我还怎么再一点一点爱上你 哇 这句好棒 所以前任点评它的本质是什么 是点评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的一切 其实这些功能我们大家都能看到 他们也说了 点评里不说的话 闺蜜会说 我能够在点评上写给前任的话 我可以在微信上讲 我的一切的功能 其实在其他的地方 我们全部能够做到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一个点评 很简单 因为这样的一个点评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快一点 我们用各种APP 我们用同城旅行去订酒店 我们用点评软件去挑餐厅 因为我们的生活 在不断不断的 时代的加速下 已经没有停下来的那个刹车了 而现在开发商 产品经理在想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也能够再快一点 就是我们的爱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反对 理由特别简单 就是如果移动互联网 在任何维度加速我们的生活 那么唯一仅剩的一个导礁 我们应该让它放过 那就是我们的感情世界 我们保留的 不仅是一个 应该停下来好好享受的地方 更是一个 让我们有一天 还能够记得我们的生活 应该慢一点的理由 大家还记得吗 在我们加班之余 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愿意 暂时放下手中的手机 忘掉那些碎片化的娱乐 不用像赶KPI和赶时间一样 去追求一点一点一点的快感 是我们的伴侣 我们的爱人 当我们认识一个甜蜜的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被窝里面 什么都不干 也不刷手机 把手机扣在自己的胸上 嘴角上扬微微地笑 光是看跟他以前的聊天记录 就可以看整个航程 人类的生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已经习惯了 每时每秒都有事情干 注意力被占据 吃饭 睡觉 上厕所 任何时候手上都有手机 它现在仿佛像 长在我们手上的一个 衍生的器官 我们已经习惯了 不是在加班 只是在加班的路上 那么什么时候 我们要慢一点 什么时候呢 今天这个APP 当然 网好了说 对方便有也很矛盾 他们一方面想告诉我们 我们要支持 另外一方面又说 其实大家也不要太支持 因为他知道看多了不好 可是就像对方说的 这是一个商业APP 它的生命在于点击 所以一旦这个APP上线 不是我们看 它才会活下去 而是它要为了活下去 会想尽办法让我们去看 它会设置什么 它会设置高赞的点评 会引用高明这样的人 把他们宝贵的故事 分享到上面 然后贴上一个个 粗糙的标签 高甜 虐心 不得善终 分享个一个一个无关的看客 然后呢 平台赚取了流量 看客获得了短暂的安宁 高明获得了什么 他获得了成长吗 他的前任获得了什么 他获得了安慰吗 我看到的是 他的痛苦没有变得不孤独 而是他的孤独 会变得更加的痛苦 如果今天我们反对一个APP 一定是因为我们 还坚持着什么的话 那今天的反方 坚持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东西 它应该是余韵和悠长的 今天这道遍体 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讲的不是爱人点评 它讲的是前任点评 大家知道什么叫前任吗 在我的理解里面 前任的代名词是 回忆 我不管我有过多少个前任 我不需要记住 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因为那些忘不了的人和事 自然会成为我的真生命 回忆 应该像酒一样 我在喝第一口的时候 我是闭着眼睛的 我在咽下去的时候 能感觉到 我猴头一点点的耸动 我喝完之后 那个余韵会在我的口腔 和眼眶中发酵 我会感觉 好像不自觉地 流下了一滴泪水 而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它不需要答案 它的每分每秒就是答案 我很讨厌一句话叫做 有情人终成眷属 凭什么有情人一定要终成眷属 属谁规定的 真正的有情人 在一起的每一刻 就是永恒 所以老师说 我反对这个APP的理由 如果要说最后一条 就是它强制地把我们 拖上一条快车道 而最可怕的是 在现在这个今天 我也不知道 我还能在这条慢车道里 撑多久 因为我的手机里像各位一样 也装了很多的APP 阅读的APP 看电影的APP 甚至跑步的APP 冥想的APP 每一件曾经我可以一分一秒去品味的事情 渐渐地 渐渐地都不再属于我 而我最后的祈求 是能不能把最后这一件事情留给我 不要告诉我 有些事情一定要效率 不要告诉我 有些事情一定要清晰 回忆就是一杯酒 我喝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你来为我点评 哪怕是以科技的名义 哇 科技的名义 不是故意的吗 现在回到28票 哇 来 正方齐齐 好 有请 来 邱阳人是不是有很多类 当然 有人觉得回忆是酒 其实你可以下这个APP 然后说紧自己可见就好 把酒先酿出来慢慢喝 但还有些人是分享型的人格 刚才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美好 让更多的人知道 你为什么因为你的不喜欢 就把这条路堵上了 为什么因为你的喜欢 就一定要突然强行开一条 因为它只是其中 一条路并不是唯一的路 爱走的人走 不爱走的人不下不就完了吗 按照你的这个逻辑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应该不支持 因为总有喜欢它的 那一小作人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面对 有什么意义呢 违法的事情就不支持 这件事情又不违法 又不违反工序良俗 又有那么多切实的市场需求 只聚焦到不喜欢的市场 会不会以偏概全 当然不会 但是我告诉你 因为这个东西 只要有一部分人做 它就会吸引其他人 必须做 为什么 因为我会受到歧视 我去婚恋市场上 有一个人下了这个APP 他发现我没有下 他就会好奇 你是不是心里有鬼 所以不敢下 因此有一些选择 看起来多一个选择 却躲死了别人 其他所有的选择 这是过度依赖的结果 并不是软件本身的错 是你的心态需要调整 商家希望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对它过度依赖 不不不 我们相信这里有非常多 非常好的点评的商家 他们只呈现客观的信息 提高大家信息的效率 但大家如何使用 是个人的事情 而商家的权利正在于 它可以引导我们怎么使用 大家有没有发现 写日记和朋友圈有什么差别 朋友圈你的表演感会更重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小小的点赞按钮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真相 如果你真的想要缅怀 写经日记 亲口告诉他 不要用点评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自由交火环节 来 正反方谁先开第一枪呢 如果你们不开的话 我们请导师可以开第一枪 比如说站在正方的康永哥 要不要率先发难 吵架是吗 吵架自由交火环节 太想听听你怎么说了 你居然是正方 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我也特别想听康永哥 我觉得在导师里 善良正直的人都会投反方的 但是其他人我不吃惊 但是康永哥太良好 我觉得这是刘教授率先发难 听康永哥说 好 所以如果被你们认为 是善良正直的人 就得要照你们的意思做的话呢 这个爱情的探索 就毫无乐趣可言 一个人是立体的 充满了各种的复杂面 所以认为点评就能够限制住爱情 我觉得是你们 对于爱情过度地看轻了 爱情其实有很大的韧性跟威力 你们把点评看得太重 把爱情看得太轻了 骂我骂我骂我 我反方应该有一个老师说吧 没关系啊 随便 这个是自由交谎环节 大家习惯一下这个节奏 丹丹要骂我 丹丹要骂我 不是 我特别奇怪 他是要点评一个人 是 他不是点评一件一个事 或者一个物体 对 我们两个都常常被人家点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APP 把网络暴力撒向人间 让每一个百姓都 所以丹丹姐你的意思就是微博 应该取消了 不是微博 不是微博应该取消 微博就是我们两个被点评的 最严重的地方 不对 康勇 你现在点评的是你的前任 你对他的了解 只是你跟他在一起的三年 三个月或者五年 人是变的 刘老师 人是自由的 萨托说人是自由的 人的一生有很多个人组成 他跟你在一起的三年是这样 他跟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是另外一个样子 而你点评的 你将来会被他的老婆 他的孩子 他的孙子看到 而那是不公正的 因为他变了 那我问一下丹丹姐 她怎么她找的老婆 就不能理解 人是会变的这件事呢 她老婆也应该成熟一点吗 因为她的孩子是需要成长的 你不能让一个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因为她父亲曾经在二十几岁 跟一个人有了一年的恋爱 然后就对她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判定 你也不能阻止一个女孩子 在二十出头的时候 跟一个男孩子曾经恋爱过 然后对人的评价是那么幼稚的 她们俩都后悔了 但是没有办法消除掉 在网络上留下来的印记 来 陈铭 自由交火时间 一切的点评本质上都是前任点评 我们在点评前任的快递员 前任的滴滴司机 前任的店主 可是我们所有人心里其实都知道 流动性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不用担心这一点 当然我也理解 单单就是万一有人傻到 连这件事情都不能理解怎么办 设置权限 因为双方都是实名制 你可以来对所有对你的点评 进行一个评论 非常好的也解决了保护隐私 同时限制网络暴力的问题 所以归根到底 我们要考虑的是第一性 就是我们有没有了解 这些信息的需求 如果有 后面这些延伸的问题 都可以逐步用技术来加以解决 而不是把根跑掉 这就是我们进步的基本理路 谢谢 来 我来 我听不下去了 说什么 饭馆点评 谁点评 顾客点评 顾客点评是什么 是有人爱吃 有人不爱吃 这个东西最起码叫一个客观性 今天你们四个人 把这个听给我说破了 前人是什么 就是不合适的那个人 这在饭馆里下什么 就是我今天想找一家穿菜馆 问谁 问那个不吃辣的人 你觉得这家穿菜馆怎么样 老母鸡吃黄莲 思考苦吃 高明说得好 好 这都看好了 好 我来 我来我来我来 高明的那个观点 用学术的话就是说 Systematic bias 系统性的偏差 一般呢 我们用一个商品 都会觉得很好的话 会希望更多人可以分享 但是和一个人谈恋爱 你不见得说他好 就希望更多人可以跟他分享 所以这是一个系统性 而且对那个被夸的人呢 他可能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一旦夸了他 后任会说 你原来是这样对前任的 你怎么达不到当初的标准了 是不是 所以这对他来说 其实是一个不公道的一个事情 特别好 特别好 就希望这些建设性的意见 帮我们改良这款APP 这些系统性偏差 该怎么进行系统性弥补呢 非常简单 真正的高效的点评系统当中 是双向的 换句话说 当你在点评前男友 或前女友的时候 你的每一条点评 也会有人点评 所以这就是刚才大家 说我们都是骂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因为你知道 你的名字也会印上这个印记 OK 观点是清晰的了 来 刘教授 这个APP如果可以的话 它启发我出来一个更大的APP 就是把每个人的恋爱记录 现场实况转播 因为都会有人需要要看 不是有需要 它就应该成立了 刚才陈铭的那个论点里面 没有区分可以的和应该的 我们可以做什么 可以对每个人的智商做一个评价 对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做一个评价 有需要吗 当然有需要 工作单位都需要知道你的智商 你的身体状况 这里面 刚才所有的讨论里面 都没有涉及到隐私权的问题 真实的问题 然后 郑芳还有一个观点 他一方面说 爱情很坚强 不会因为三两句差评而改变你 一方面说 它很有用 它会让你防止什么 它既是有用的 又是没用的 我相信 最重要的就是邱阳今天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东西我们是取用关系 餐馆 服务 京东 人 不是取用关系 对 哈本马斯把这个分成两种 一个叫系统 一个叫生活世界 友谊感情爱情 伦理生活 现在是系统殖民了生活世界 这个需要我们非常警惕 太帅了 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分享 我恰恰觉得这款APP 是真正帮我们从这种殖民解脱出来最要紧的武器 因为我想到了什么呢 我想到了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 是有对父母进行评分的 这是一个亲情 这不是公立关系 也不是取用关系 但是即便如此 作为父母 我对孩子对我的评价 我觉得非常宝贵 说我前面围队要打断你 刚才说的是 先讲 先讲 刚才说的是这个评价 可以让人更有效率的来获取 获取真相 和父母 获取真相 对孩子对 这就是一个效率原则 效率就是系统的原则 就是工具理性的原则 刘老师恰恰因为 而且APP指议论前任 你这孩子又议论父母了 你现在这个通换概念 通换得很厉害 先解释刘老师的问题 刘老师刚才的类比 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提出亲情 好 刚才丹丹姐说 可是有前任 非常好 你知道他要每一个学期 评价前一个学期的老师 向全社会实名公开的吗 当然不是 在范围内公开 所以我们家可以也打分 孩子给父母 父母给孩子打分 在家庭内部 我们的APP可以设置观看权限 你可以是朋友圈公开 或者仅两人可见 仅一人可见 或者面向全球公开 好 来看看反方 全社会有什么要说怎么样 如果全社会公开是不易的话 来 刘教授 刘教授 来来来 急了 急眼了 来来来 自由交换时间 来 秋杨 开始 我解释一件事情 为什么刚才陈铭老师说的 那种温情的情况 不会发生特别简单 因为女儿对她的点评 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可是今天我们讨论的 叫做APP APP的背后是什么 是算法 算法是没有感情的 当我写一段点评的时候 这个算法会给她贴上标签 推送给认为想看的人 我的点评文笔好 点赞数多 就会被更多人看到 我对一个人的批评 哪怕是事实 只要因为我写得不够好 就会在算法中下沉 算法追求的是什么 恰恰是我们认为爱情中 最不需要的效率和利益 那就是系统 对 马老师 面对那么多的高手 那个蛋胸的跟不上了 跟不上 他完全就是思绪 跟大脑转不过来了 是吗 我可以问一下刘老师 你觉得隐私权这个事 我们还守得住吗 我也同意应该守 当然应该守 我也认为已经不可以守了 根本守不住了 对 要不然守不住的话 完全守不住的话 淡总现在也不会坐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一定程度上 就是出让的隐私 才可以坐在这里 淡总 我认为隐私 真正的隐私都守住了 现在在网上可以看到的 都泥似隐私 对 很多是假的 是一个扭曲的 在网上的我们家住在哪儿 我们家的房子全是瞎编的 那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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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丹姐可能是在误导你 是吧 也没误导 就是500米的豪宅难道 根本是假的 不是您的第二居所吗 这 炭哥好像改变立场吗 现在 没有啊 就是我 我从头到尾 从丹丹姐回答完我的 那个初恋的问题之后呢 你就压口无言了 那我来 不是 我就是很想要激怒他 所以他火了我特别高兴 刚才陈明提到那个很失忆地讲了一段 失恋博物馆 这里边都没有讲这个人是谁 你要知道人间那些悲欢离 和这些感动的东西 伟大的文学 伟大的戏剧 伟大的段子 都可以给你提示 用不着一个实名的 带有偏见的前任 给你来评价 这个我同意刘老师的 我非常非常同意刘老师的 观点 但是你是在跟人性交流 不是在跟教授交流 大部分人不接受你这个的 现在网络上 事实上 这个前任点评APP 我们在讨论就很荒唐 这东西已经存在了 对 只不过是散布在社交网络里而已 你多一个前任点评APP 才能多一些 你们这种理性的声音 回击那些不理性的声音 对 我们在假装自己 活在一个真空里嘛 已经存在了 在这儿 他回不去了 朋友们 从我们用上这个的时候 他已经回不去了 不是他存在不存在 对 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支持 还是不支持 对 不是讨论他现在 是否已经存在 你可以讨论 我觉得今天的观众是非常非常可爱的 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他们居然回去了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被任何一种观点所说 全都坚持笃定在自己的 原初的那个立场上 来 我们听双方结辩 先开后结 所以反方梁秋阳结辩 最后我讲这道遍题的最后一个 我们还没有设计的词 就是点评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在我看到这个遍题的时候 我就对这个题产生了本能的不适 这是一个有高度的词 我凭什么点评另外一个人 谁又有资格来点评我 哪怕它是我的前任 感情是我们共同经营 共同度过的 他凭什么来为这段感情盖棺定论 我非常不同意刚才陈明学长说 丹丹老师是在点评他的前任 在我看来丹丹老师是在分享 他心中的感觉 他无意去点评任何人 因为回忆是我自己的 谁也夺不走 可是你的人生是你的 我也没有资格来说三道四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冲动 就是我们特别喜欢 把粗糙的标签贴上每一个人 一个女生长得好看一点 仿佛就是绿茶 一个男生好像稍微不那么直男矮一点 就好像是一个渣男 可是当时我们爱上的 是因为他是绿茶吗 我们爱上的 是因为他是渣男吗 如果有一天 我的恋人抛弃了我 我也不会因为认为他是渣 因为我知道我爱上的是 那个丰富的具体的人 而不是在点评软件上的 那一个个标签 所以不要去点评 因为放弃语言的论断 我们才能获得更大的自由 谢谢 谢谢 正房几片 陈铭 那我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点评 第二件事情是被看见 点评是一种权利 对方说你有什么权利 来对我点评 不好意思 我们有 这就叫言论自由 我们有过亲密关系 我们共同相处过一段时间 你有什么权利 让我不对我们共同的经历和回忆 哪怕发出一点点声音呢 这就是我们的权利 评价本身就是一种 置地有生的权利 只不过我们该如何线索它 如何让它不侵犯到更多 其他人权利的边界和隐私 这是我们在这个APP当中 共同面对的 所以人没有那么高贵 每个人有为自己的前任 发出声音的权利 我们也可以跟闺蜜抱怨 我们可以发一个朋友圈抱怨 我们也可以在一个APP上 写上一段话 这没有什么 而第二件事情是被看见 如果有这种权利 我们又为什么要支持去行使它呢 刚才大家都在说隐私 我前段时间上了一次热搜 不必交 不必交 而且在热衣上待的时间很长 因为大家说我学术不端 在我看那条热搜的时候 我最感谢的就是2014年 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导师当时跟我说 你要记住 你的每一篇 每一个字 每一段话 将来都会被人盯着看 你知道该怎么写了吗 我就知道了 在爱情当中 如果有这样一个APP 哪怕只有一个男生 在自己情绪最上头的时候 对着自己的女友 挥起了手的那一瞬间 就准备那一巴掌拍下去 而那就是接下来不断生化的 如果他看到家庭暴力的第一步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个APP 这一巴掌他会写上来 将来会被人看见 他就会把手放下来 只要放下来了一次 这个APP就值得 就这么简单 谢谢 全场观众 请按红蓝键 做最后的选择 最后的选择 四 三 二 一 锁票 我们把票锁在屏幕背后 是为了让二排和我们导师 可以对今天的整场辩论 来发表一些感想 正方二排有什么要说吗 来 Sherry说 他只要喜欢一个男孩 那个男孩在他心里就是100分 可是他说起前任 用了12个词 没有一个是好词 就很多人都在骂前任 说他什么都不是 他什么都干不好 他连个狗都不如 当时我就心里困惑 我经常听到这种骂前任的话 你看我去一个餐厅 有一道菜叫油渣前男友 我就很 是其实同主集 就是我在很困惑 你为什么可以跟一个 什么都不是的人一块生活两年 他什么都不是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渣男 其实就是消磨 我们之前耐心消磨没有了 之前他在你心里是一个追风少年啊 今天你用12个字形容他 连一个好词都没有 那我们背书的人 有没有一个地儿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我是觉得这个APP最重要的 再还有一句话 总有一天 会变成冉高明 他会觉得当时他可能过了 因为那个怒气过去了 他可能在一年以后 或者半年以后 会说啊 当时我可能我评论不对 对不起 到时候你也可以回一句 我没关系 我也很感谢你那两年的陪伴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APP的意义 谢谢 百分二百有吗 各位好 陈明学长是个爱神 陈明学长真是个好人 谢谢 谢谢夸奖 来 开始说但是 是 我不知道我再有十年 能不能长成陈明学长这个样子 被人重伤暗算陷害 这么多次以后 站在热搜上面 那么久的时间之后 你还能够相信 大家在评价别人的时候 会先选择那些善良的评价吗 我不敢相信的 我在想起我自己 分手的经历的时候 我也有过特别愤怒 然后跟自己的兄弟说 那个女生特别不好的话的时候 我有过的 这不是我特别骄傲的时刻 但这是我真实的时刻 我们点评一个人 是一个权力 他不是利益的利 他是力量的利 他代表着我居高零下的 对你我之间的这段时间 要有一个定性 那我们要把权力示范 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先要考虑一下 如果权力 到了最坏的人手上 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学长你是个坚强的人 你站在热搜上 你是不怕的 你清白 你刚正 那如果是别人呢 如果今天有个人 他没法自证清白 有个姑娘被荡妇羞耻 有一个男生被人 用各种各样的诅咒的方式 骂在那里 那他怎么办呢 你说能阻止一起家暴是一件好事情 那我说只要有一个女生 被冤枉的带在那里 她就是个作恶的工具 谢谢各位 我就要记住你的名字 你说得太好了 我叫阎文卡 我们来看看导师席上 对这个问题的点评 您来说说您的反方立场呢 我觉得今天大家没有讨论到一个观点 就是说什么东西适合 空间不可能多 所以他的评论一定是不准的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的谈恋爱 我们要记得 我们找的呢 不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品 而是要找的是独特 而适合自己的非标准品 谢谢大人 单总你为什么要投正方 我就是看 我就觉得这事已经发生了 何必呢 在这儿假装那个 没事 我觉得刘老师说得很好 其实他就分 咱们叫什么 叫应然和实然是吗 对 对吧 应然和 其实你是知道的 对 我知道 我也知道你知道 其实刘老师一直在强调 应该和事实的问题 我是认为这个东西已经是事实了 嗯 但不是应不应该的事 呃 有一个艺术家吧 应该是艺术家 叫 安迪沃河 嗯 安迪沃河 安迪沃河呢 曾经啊 应该是在六十年代说过一句话 叫 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做十五分钟的名人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个未来 在前几年就发生了 也就是现在5G了 就更可怕了 呃 我觉得在未来呢 我们每个人最深的愿望是做十五分钟没有人认识的人 这是个不可逆的事情 它已经发生了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呃 没有这个点评 前人点评APP 大家也成天都在被点评 也成天在点评别人 我是觉得这个面对不可逆的事情呢 咱 我们不如尽兴一点 哈哈 它反正是奇葩星球嘛 哈哈 我们就看它最过分 把人的隐私侵犯到几点 会什么样 咱们看看奇葩星球能干成什么样 然后让我们地球人过上好日子 哇呀 这你都能拐回来的 这真是 因为我觉得是揽不住的 人第一不能跟人性做斗争 第二不能跟科技做斗争 这种东西就是科技加人性的组合 哎呀 一个吃钱干在那个眼上躲都躲不过去 哈哈 然后我再 说一下前人点评APP的正确用法 好评差评全用错了 你们全部都错误给用了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你在弹开的时候呢 就应该打开前人点评APP 给你的现任看 说你看 然后你就疯狂地发一些违规信息 然后你不就封号了吗 你封号了 然后你给他看 看 永远再也不能用这个APP了 封号了 这是前人点评APP的唯一的正确用法 用这样小小的行为捍卫了人格 打败了人性 捍卫了应该打败的事实 你看 哎 就淡总就像你掰扯到现在 你是不是很后悔站在正方了已经 哈哈 我前面的节目受过 哈哈 淡总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用支持他的方法来反对他 对 对 对 我跟你说这你都掰过来 你真的你没有给康勇哥留什么余地了 对 对 我们先听刘教授说 那我们来说说爱情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爱情的评价这么困难 大家想想爱情 它是对一个人不是一般的评价 不是对你学业的评价 不是对你工作能力的评价 它是对你一个人的全面的评价 为什么它值得珍惜呢 我们任何一个人哪怕你不是那么富有 不是那么英俊 不是那么聪慧 但在一个亲密关系当中 你在那个时刻你是全世界最好的 爱情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享有这样一种无上的特权 它是全世界最好的 这个时刻可能会过去 但是它是唯一不能够用数量化来表达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到了那个数量化里面 就是我说的刚才说的系统里面 它会变得更有效率 但是它完全错失了人和人之间的复杂性互动 我们跟一个人相处不只是在评价它 是在塑造它 然后我每次回想自己的经历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很多反思和感悟 这些所有的东西 它在原则上是文学性的 艺术性的 哲学性的 它不是数学性的 不是数量化的 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就是我刚才说的 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我同意说这是满南撒住车的一件事情 刚才淡总的观点就是说 一个事情既然已经坏到了 我们控制不住 不如让它更坏 既然一切都是不可阻止了 那让暴风雨变得更猛烈吧 既然悬崖不能勒勒马 就让马掉到悬崖底下之马 这个逻辑也太慌恶了 齐巴说都在期待各种各样的金具 然后希望它们广为流行 最近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将和齐巴说七 联合出一个联名款的金具筒 即将出现 大家看我手上 这就是这个筒 因为还没出来呢 所以就 科技 它会劈到这上面呢 大家可以在京东买到啊 然后我们来听听 另一位其实这时候正在肝肠寸断 百转千回 后悔自己选择了正方的康永哥 我们听他怎么圆 对的 在一个堕落的环境 就认为自己一定会跟着堕落 没有出息 我在微博上面 一定在很多地方被骂 就是所有的艺人 包括丹丹姐自己 一定都有惹人不开心的地方 他们就是会 不是 他会有什么 给你看 有种小的地方 就是 你带来 他会有什么 词 他会有什么 你还会有什么 你不可以 那些人 我一定会有什么 你不可以 我们会有什么 你不可以 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怎么忍心三年不跟他打电话 他可能人生只剩下十三年 然后你三年不跟他打电话 你写了那篇追悼词 你当然不必二百五的去打电话说 妈 我念给你听 我写了一篇你的追悼词 可是你写完之后 你就会原谅 你们曾经互相错过的这件小事情 而觉得 那个最后的事情是重要的 我们人怎么那么害怕讨论失去 失去生命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讲死亡 我们觉得那个晦气 然后我们失去爱情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面对我们的前任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爱情里面 前任是渣的话 我们一定有错 有人单纯是渣吗 那你看上他什么 你的眼光起码是错的吧 就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呢 他曾经带出来那些 对于生命的喜悦跟乐趣跟向往 去了哪里 当你看到其他人都一片骂身在骂 前任是渣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一个警醒 会想说 我也要跟着这么愤怒吗 还是我能够想到一点好事情 训练我们自己面对失去 是非常重要的课程 所以我认为一个 回忆失去的爱情的APP 是一个值得存在的APP 谢谢 你现在是不是没那么恨他了 特别恨 刚才陈明讲的 陈明是正方 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人 他讲当你抬起巴掌 想要家暴的时候 你想有一个APP 我别家暴了 这种完全都是 首先你不了解 家暴是什么 家暴是一种病 我认为 家暴不是说 因为他打下去 他就痛快了 他要把他打得 鼻青脸肿之后 他要享受的是 把他哄好 然后他们再热烈 他享受的是那一个轮回 然后哄好之后 再家暴 再把他想办法 把他跪地求饶的哄好 家暴是一个心理病症 所以你那个 就这一想APP在 我就别打了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说一下 这是一个插曲 然后我讲你 你刚才提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跟你 一个是他跟他妈 这俩都不是前任 咱俩互不是前任 是吧 他跟他妈也不是前任 我们在讲的 要说一个前任的APP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然后那么美好 你要讲的你要注意 你的前任 他有可能是20年前的 对 但是我说的对 对 你必须怕他反过来 我都不想看你的书了 好可爱 你讲的这个前任 最后他 他有可能是别人的母亲 也可能是别人的奶奶 然后你用你那么不成熟的思想 你再讲一个不成熟的年轻人 曾经跟你有过一次恋爱 你根本毫无道理 哎呦 气死我了 丹丹姐 咱这是一波的 咱们都一会儿的 不生气 不生气 这个节目 我觉得我还是别参加了 我把丹丹姐气着 你是秋高 我是气爽 讲完了吗 还没讲完 然后还跟你妈妈 你妈妈还有葬礼 然后你妈妈死的时候 你讲几句话 那交前任嘛 我的妈呀 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情 这是丹丹姐 令郎过得可好 我儿子在准备那个发言稿 就是妈妈当你离开这个世界 我被丹丹姐光是念了五分钟 我就已经快身不如死 就是令郎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行了 大家都反过来就好了 丹丹姐的力量就在于 只要有一个人跟我拧着 今天就没完 太妙了 来 看一看 今天这道题 最后的胜方是红方还是蓝方 看结果 谢谢 恭喜正方 然后正方获胜之后 我们要在正方三位当中选择一个人 确定晋级 正方三位 我们依次给他们投票 康晋晋 大王 陈明 三 二 一 把你的胜算拿捏得死死的本场MVP 陈明老师 成功进击下期再断 恭喜陈明获得京东超市宠物用品大礼包 来 杜贺晋明 我们那个大礼包在这呢 这么多 我呀 有评价前任的时间 还不如评价一下我刚给猫主子买的小鱼竿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来来来 这是您的MVP 谢谢 谢谢 大礼包 请 谢谢 谢谢马老师 谢谢京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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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要在反方三人当中选择一人被淘汰 反方三位 我们给他们一次投票 Sherry 支持Sherry的请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七十六票 二变 冉高明请起立 请给冉高明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七 八十八票 梁秋阳请起立 请给秋阳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八十五票 三人当中获得了76票的Sherry 在晋级赛当中被淘汰 在这个环节当中以前我们是淘汰离场 但是 这个环节的晋级赛 我们就请淘汰选手 二排就座 我们期待分享你们更多的观点 Sherry 请二排就座 谢谢 老师可以说两句吗 谢谢 老师可以说两句吗 谢谢 那个 我这个死我绝对不哭啊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二十多年来 我打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真的 我觉得我气氛也做到了 然后我面对别人的骑袭 我也没怂 我还骑袭了陈铭学长 我觉得我特别棒 去年的今天 我还在我们老家做商业主持人呢 然后今天我一来到这儿 结果这么多人愿意听我说话了 我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我想对马老师说 我觉得奇葩说是一个 这个世界都特别需要的节目 我希望你能把它一直做下去 对 然后有机会我就还来参加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 我叫李嘉瑞 我的英文名叫Sherry 我的职业是一名娱乐主持人 我要活好事儿少 性价比高 大家如果有商务活动 需要争元是一个绑合形态的 很不错 谢谢